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牛队的小窝 我是万万又见面了 朋友们 Happy Summer 孩子放假 夏天来了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要分享的是 这些开价好物 是你夏天必备的 OK 开价的彩妆类的产品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感兴趣啊 因为现在真的是开价好物 很难找 不开价的好物 超级贵 不压韵 但是说的是实话 那今天呢 我会用一部分的产品 在我脸上打造的是 我脸上这个妆容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 Tan Orange Peachy Bronzy Golden 给大家做一些试色 我们总结分享一下 这些开价好物 For Summer OK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我只有一个底妆品要分享 就是 大家知道 猜一下 一 二 三 没错 就是The Ordinary的Serum Foundation 在这里边 便宜 好用 混油性的皮肤 看这里 大家看一下我的皮肤 大家看一下我的皮肤 OK 大家说完完 露华浓呢 露华浓这个时候用 并不是非常持久 但这一个 超 超级持久 非常的薄 遮盖力 完全可以达到中度 给你这种比较 Skin-like 有一点点 Radiance 的妆效 并不是非常的雾啊 可能是跟我的肤质有关系 它的感觉呢 挤出来是非常的水的 非常的稀 然后呢 你要用这一个手 把它摇匀之后 然后再在手背上 稍微的温化一下 抹在脸上 然后用这一个刷子 把它约展开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自己是很喜欢 这个粉底液 而且 从刚开始 follow我的朋友 follow我有一段时间的朋友啊 这一个 我已经空瓶 N瓶 夸不夸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我用的就非常的快 基本上 夏天用的话 每年一瓶能够出去 然后呢 我们就说一下 Bronzer啊 那Bronzer 对于外网来说 必备 不可或缺 每次必用 我可以不contour 但是我一定要看一下啊 那大家猜一下 我会说哪一个 不是Faceless Formula 我要用的是 flower Beauty的这一个啊 Heat Wave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 是叫Sunswept Medium One 它好像用三个还是几个 我忘记了 就是我今天脸上的这一个 Bronzer 有一点点的 Shin在上边 但是并不是非常的夸张 大家看一下 OK 那你自己可以用各种刷子 如果你想要Fluffy一些的话 你就用散头的刷子 如果你想要像我今天 集中一些的话 你就用Dance一点的刷子 它的粉纸非常的轻薄 很上色 但是非常的好晕染啊 我很喜欢这一个 Flower Beauty的产品 今天我会说几个 Flower Beauty的这一个啊 产品 Flower Beauty呢 跟Phaceless Formula 差不多了 然后在开价品的这一个 价位上面 并不是非常的便宜啊 几块钱并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Alta经常有折扣 那现在夏天来了 折扣也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自己啊 尝试用一下这一个 如果你不想说 哎呦 我就是不想在彩妆品上 花了那么多钱 它给你的妆效 大家可以看到 并不是廉价的 我觉得还是很有质感的妆容的 所以这个是这一个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这一个腮红 我只有一个 开价品的 膏状的腮红要分享啊 就是Honest Beauty的 这一个膏状的腮红 那我现在手里面 这个色号呢 是Coral Peach 它是这种的 膏状的腮红 我觉得它比 Flower Beauty的 Blush Balm 要在我的脸上持久很多 尤其是我变成 毁油性肌肤之后啊 很典型 这种比较 creamy 比较有粘性 sticky一点的 膏状的产品 在我脸上更持久一些 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非常的上色 如果你用手的话 这一点点就是你两边脸颊的 这一个啊 上色的感觉 或者你用real thickness的 这种stippling刷子 你可以看到中间是有空隙的 这种的 然后把它晕晕在你的脸颊上 非常的好看 非常漂亮 OK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 膏状的 我觉得好看持久 啊 就是Honest Beauty这一个 然后呢 接下来 说到这一个腮红 我基本上每年都会提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 orange coral 或者是什么说 peachy orange色彤的 就是obsession 这一个品牌的 这个呢 叫 isnt it peachy 这种的啊 然后我今天脸上呢 用的是其中的两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我每年都会推了 因为我真的 真的很喜欢它 首先呢 它是 它真的 真的很上色 大家可以看到 那它里边给你的这种 golden shine的感觉 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大家 就是你在这个盘里边 你看不到什么shamer啊 珠光啊 但是你暈染 暈染在脸颊上的时候 它给你这种 golden shine的感觉 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不喜欢高光的朋友 其实这一盘 就可以搞定了 那它这外边这个呢 也可以当一个 这一个blush topper 然后去用它 它有点pink色头 就不是 应该是烤粉 应该这么说 你可以看到 给你这种glowy的感觉 这好像十块钱不到吧 在target有卖这个品 这个三号呢 其实不是非常好找了 就是melani他们家的这一个 叫coral beams 叫color harmony啊 这个呢 有的时候它官网上有货 有的时候官网上没货 这个颜色 是它的03号 这一盘非常的好看 就是很好看 很好看 我自己呢 不喜欢melani的底妆品 但是我很喜欢它的cheek的产品啊 口红OK 没有以前那么爱啊 然后跟一会儿我说的 其他的一些口红的产品来说 稍微差了一些 从滋润力上来说 但是他们家的三红 luminoso不用多说了 我不想再吹那一盘 只不过我想说一下 这个就是比较边缘的一些啊 这个真的是很好看 真的是非常好看 03号的 一定要试一下 这个质感真的是很漂亮 当时我好像把四个颜色都买了 然后我自己只留下了 这一个颜色 这个差一点忘记说了 这个一定不能忘记说啊 essence的这一个blush 这个色号呢 是20号 叫be spoke 正好这个样子 大家有看到 大家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颜色啊 它给你那种bronzy的感觉 nude bronzy sunburn tan 超级漂亮 如果你说这一个 bare minerals 新出的那一个blonzer 对吧 这个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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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到 四块钱 五块钱不到 超 超级漂亮 OK 超级超级超级 超级漂亮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这一个 如果你喜欢这种 sunburned bronzy的感觉 你又不想高光 又不想塞红 又不想bronze 在一起的话 五块钱 大家 不会后悔 它有很多颜色 可以选择 我只推荐这个颜色 我不太喜欢其他的颜色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很厚的感觉 那 melani的高光 在开架品里边 我觉得就是 真的就是占上线了 因为现在很多高光 就是 怎么说呢 你抹在你的这个脸颊上 太bang了 大家没报道一次 就是感觉 我的天啊 就是一道这种的 它好像就是不会 buff到你的这一个 整个的妆感里边 那 melani这两个 做的真是 非常的漂亮 我现在很喜欢 这种跟我的妆感 非常贴合的一些高光 一个是他们家的 这一个叫 highlighter duo 120号 power up 这个我提过很多次了 然后它是 两边这种的 一个是非常bang 一个是非常 怎么说呢 自然一些的 这种的 那我今天脸上用的是 偏自然一点 这一边的 然后打在我的 这一个cheekbone上边 提亮一下 有一点 shamping gold的感觉 然后它这边 比较亮的这边呢 有一点 rose gold的那种感觉 buff到皮肤上边 非常好看 那如果你想要 Ice一点点的 或是有一点点 lilac pink那种感觉的 他们家的这一个 baked highlighter 110号 叫 Douchy Perla 这个相信大家 已经不陌生了 很多这一个 欧美这边的 喜欢开架的一些 美妆博主 对我推荐这一个 它真的很好看 摄在这里 那baked powder感觉呢 大家有的时候 会很害怕 觉得会不会 这个很干 这样子的 但是Molani这一款 就做的 真的是很好看 那 Douchy Perla 这个颜色 做的也是 非常的到位 这样子的 那夏天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 别的时候想 比较pinky一些 比较rosy一些 把这个 刷在上面 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样子的 然后将来我们就说一下 这一个眼影 先说我今天眼睛上 这个眼影 大家一定不要 遗忘这个眼影拍 虽然我提过很多次 但是好像在YouTube上 我也忘记 我也忘记提过多少次了 然后但是 真的真的 一定要试一下的 就是JCAT的叫 Extreme Access Pocket Palette 我只介绍这个颜色 叫Walk of Storm 我今天用在 我的眼睛上边 大家看一下 我说烂了这盘 这盘也被我用烂了 我今天用的是 这个颜色 打底 然后我用一下 底下这个 Orange的颜色 打到我眼头的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 我用这个颜色 打在我整个的 这个Chris上边 眼尾 加深一下 然后我用 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 OK 打在我整个 提亮的地方 然后呢 我用这个黄金色 这个黄金色 比较特殊了 大家就是 它有一点 Glitter在上边 OK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平面的 面的 金属感的 然后这个有点 Glitter的Shamer 在上边 一点点啊 然后我把这个呢 压在我眼皮上边 现在不很流行 这种在眼皮子的上边 眼瞼的最上边 露出来这个地方 画上一些 blingbling亮晶晶的 就闪闪的 很好看那种的 这盘就可以达到 然后内眼角呢 我用的是 这个颜色 这个好像是七块钱 Walk of Stone 我推荐过很多次啊 这一个 他们家这一系列 有很多颜色 可以选择 我只留了这一个颜色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比什么Patrick Tye啊 KKW啊 好多了 OK 下面这一个 就是这一盘了 这一盘我相信 每到这个时候 欧美这边 都会有很多的 美妆博主 去说谈啊 就是美宝脸的 这一个News of New York 这个在我的脸 在我的脸上 在我的眼睛上面呢 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我一定要用眼影打底 如果不用眼影打底的话 它不是非常的持久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一盘的bronzy 这种感觉 你何必花70美金 去买Patrick Tye 我自己非常推荐 大家试一下 Flower Beauty的 Jungle's Light 这个呢 你真的要试一下 什么叫 Topper 大家 OK 我的妈妈呀 我的天 这个颜色 我跟大家说 完全万万的菜 超级好看 然后这个呢 就是 这一盘 哦对 我还有一个 高光盘要说一下 提一下 就是Essence的 这个Pure Sunlighter Palette 在这里边 非常的好看 我要提一句这个 这个就是 我 每年都会说的 也会放到我这一个 最爱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年度总结的最爱 你会看到 这一个产品 接下来我们就说 口红的产品啊 先说我唇上的这几个 不是我唇上的这几个 是我唇上的这一个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我也不在这里多说了 就是露花浓的 这一个High Shine系列啊 黑色管的这一个 OK 那我今天唇上的 这个颜色 是它的 014号 叫Glaring Coral 完美 完美 几块钱而已 你真的不用去花 几十块钱 去买Chanel的 如果你想fancy的话 当然了 但是 I don't care OK 它里边呢 长成这个样子 颜色非常的好看啊 这个是Glaring Coral 我给大家试一下 就是我唇上的 这个颜色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020号 020号 这个叫Nude Illuminator 然后另外这个颜色呢 叫Ram Reason OK 大家有看有特别漂亮 真的好好看 真的好好看啊 然后现在就是 渐渐的 这口罩稍微可以摘一下 不妨用一下这个 然后呢 下面这个也是路华弄的 就是他们家的 这一个HD的口红笔 725号 这个是我自己新回购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一个上一篇 购物笔记当中 给大家提到的啊 这个是它的725号 非常好看 Coral Pink 然后呢 接下来是它的720号 是这种Pink 但是画在嘴唇上 很好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我自己喜欢的这种 Pink Peach Nude 不会怎么说呢 不会写你的这一个 整个妆感 就是暗沉啊 或者是道啊 或者是嘴唇 这个地方很 你知道非常白 这种的 它的亮泽度 就是很可爱啊 就是那种 嫩嘟嘟的 粉唇那种感觉的 OK 720号 这个是 路华弄的这两个 那唇彩 第一个就是 Molani的 这一个叫 Keep It Full 不是他们家 另外一款啊 我不太喜欢 它另外一款的 我喜欢 Keep It Full Gloss 那我现在手里面 是这两个颜色 一个是非常有名的 Luminosal 它也是大的 Dull Foot 这种感觉的 OK 这样子的 那吃到这里 这是Luminosal 这个色号 OK 那我自己用的最多呢 其实是Bronze 这个色号呢 这个是它的 Gold Lust 这种的 那有一点点 Minty Pepper 那种味道在 但是呢 很好闻 很醒脑 如果你想要 这种Shimmer Fuller Plumper 嘟嘟唇的感觉的话 做的非常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 美宝莲的 美宝莲的这一个呢 我当时是 给大家 怎么说呢 介绍的是这两个颜色 后来呢 我自己又买了这个颜色 一个颜色是Stone 一个颜色是Ember 这个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大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它有一点点颜色在 在这里边没Shimmer 我喜欢是这一系列的 我不喜欢它Shimmer那一系列 我觉得Shimmer那一系列 就是做的非常的水 感觉就是没有那个 Malani来的 要集中一些 要Shiny一些 然后另外这个颜色呢 是Stone 给大家试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罗色 可以看到 这两个颜色非常好看 Ember跟Stone 都非常的好看 我刚开始是因为 Ember这个颜色 才去买的Stone 但是Ember 这个颜色 真的很好看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 比较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总结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适合夏天使用的一些 好的彩妆品 非常的 Glowy Peachy Sunburn 或者是比较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妆面 然后希望呢 这些产品呢 可以多给大家 提供一些选择 给你的夏天的 这一个妆容 带来一点小乐趣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这篇美妆日记的话 就多多点赞一下 现在的朋友 如果你对彩妆 或者对美妆感兴趣的话 或者是想看一下 万万的高端品牌的 Summer的彩妆品的话 我们就 下篇美妆日记见了 不要忘记订阅哦 Bye